为了阻止从小把他扔到乡下不闻不问的父亲 为了挽救他的公司 而把他嫁给了一个年过四十丑到极致的老头子 他自毁清白之身 仍然没有逃脱不公平的安排 成为了一颗棋子 却是换来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 非常不好意思啊各位 因为齐玄在来婚礼现场的路上 发生了点小意外 暂时不能赶到婚礼的现场 除了宣誓之外 婚礼照常进行 初次相遇 阴差阳错 他以为他是职业特殊的牛郎 女人 你给我仔细一点点看清楚 猜你身上的男人到底是谁 说 我是谁 你当然是我的小心肝啊 第二天早晨 他给他留下了五块钱的报酬 阳长而去 再次相遇 嗨 好巧啊 不巧 我就是来找你的 找我 你三番两次的纠缠我 无非就是为了这一百块钱 那按照当初说好的 那 给你 你可以放我离开了吧 放你离开 不错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银护两清 你们做这一行的 也该讲讲职业刀德的是吧 你可知道 惹上我的女人 从来就没有全身而退过 殊不知 他就是那一个传闻之中 又老又丑的新婚老公 你 你 你就是严启轩 正是自我介绍一下 严太太 我是严启轩 他为了离婚而故意找的牛郎 居然 找上了正牌的严启轩 这个世界 真是太小了 严先生 既然你也不满意我们结婚 那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陪你一次完整的婚礼 严启轩 商业界最为神秘的帝王 外界传言 他年纪大 长得丑 偏偏 他重启期来 无法误天 设计大散上 他被人为难 他为他挺身而出 班博尔先生 我的妻子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 把他拦在门外呢 我 我没事了 咱们回去吧 宝贝 别怕 老公一定给你做主 这份合约 希望你可以签字 为了以后我们夫妻之间的合作 更加顺利和美好 不允许和别的男人没来言去 不允许和别的男人有轻易的举动 必须要在重大事情上过问他的意思 不得有事情隐瞒 最后还有 以严启轩的命令 为第一执行条件 违反以上任何一个条约 罚款 四百万 什么鬼啊 阴谋不断 他们误会重重 严启轩 你若是对我有什么怨恨 那就冲了我一个人来 你身为我的妻子 对别的男人念念不忘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对 我就是觉得你没有他好 没有他温柔体贴 你让我对你一心一意 但是你心里有我吗 你的眼里心里 全部都是王言诺 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你 你如果想要衰先去让孩子流产 我不介意让你在怀上 严淑雅 我知道我这次让你伤心了 你醒来 我给你道歉 行吗 严淑雅 你这么要强 这么喜欢吃素的一个人 怎么就躺下了呢 你起来啊 淑雅 你要我怎么办 你看 我只喜欢你一个 不会对任何女人有兴趣的 你是因为恨我没有保护好你 才不肯醒来的吗 他们之间 能否解开重重误会 打开彼此心扉 携手一声 交妻男宠 BOSS大人 求放过 作者 夏依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轻轮